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四伏馬達的運用認識篇 那今天呢,最主要是講解四伏馬達我們該怎麼去運用它 所以如果呢,你是不了解四伏馬達的原理 或是對於這方面怎麼去控制它呢 也是不了解的,並沒有關係 因為今天我們最主要是要去運用一個動力源來達到我們的功效 所以當我們使用到四伏馬達的時候該注意到什麼 以及說四伏馬達該怎麼去運用它 規格瓦數該怎麼去看它 以及說安裝跟設計的時候需要做什麼樣的注意事項 今天就是以這樣的角度呢 帶大家來認識一下 我們要怎麼去運用四伏馬達囉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呢,跟大家介紹一下業界說法 那這裡呢,是使用台語來做一個說明的 叫做幾樓 那幾樓的意思是什麼呢 幾樓的意思就是一個動力源 所以我們一個動力源裡面呢 一般都是會有一個馬達 那今天所介紹的就是四伏馬達 那當然我們馬達的選用呢 是有蠻多的 像是感應馬達 步進馬達 那四伏馬達就是其中一個選項 那這邊呢,最主要就是 它是屬於一個動力源 那這裡呢,我們要知道的是說 那為什麼我們要運用四伏馬達呢 一般我們如果在做轉速的時候呢 一般的馬達的特性就是 當馬達的轉速越低的時候呢 相對呢,它是比較不穩定的 有時候它轉出來的扭矩啊等等呢 都是比較不好的 那步進馬達跟四伏馬達就可以克服這方面的問題 就算我的馬達是低轉速 它還是能夠維持穩定的扭矩 那這裡你可能會好奇說 那為什麼我們就不用步進馬達 而要選用四伏馬達呢 那其實四伏馬達呢 它的轉速的變化呢 是比步進馬達多 而且呢,當我們的轉速 假設你的轉速比較低 可能低於1000RPM 那你可能就選用步進馬達就可以了 當你的轉速比較偏高的時候呢 可能高於1000RPM的時候呢 會比較推薦用四伏馬達 而且四伏馬達能傳動的動力呢 相對步進馬達會更大 而且呢 它所能變化的轉速呢 也會更多 那這邊呢 先讓大家來認識一下囉 接下來呢 來介紹一下四伏馬達規格的選用 那這裡呢 四伏馬達我們的規格選用呢 分成兩種 一種呢 我們是用瓦數 那另一種呢 是用匡號 那這邊是什麼意思呢 瓦數呢 我們直接的就可以知道說 假設是200W 那代表的你這顆四伏馬達能傳達的動力就是 200W 那這邊呢 當然我們的瓦數越大 相對它能傳動的動力就會越大 像是1000W 2000W 那相對的就會更大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出來說 當我們的瓦數越大的時候呢 你的四伏馬達 它的體積也會越大 那第二種 就是匡號 匡號 匡號的話 一般我們四伏馬達 它是做正方形的 它的匡號這裡呢 就代表我們所附的螺絲 這邊 是四方方的 所以代表的是它的匡號 有可能有40匡的 60匡 啊 40匡的意思就是它 這一個 四方形 它的邊長是 40 60匡的邊長是 60 好 所以60乘60 好 像這裡 100匡 130匡 180匡 好 那匡號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注意到 我們的匡號一般呢 都是以尺寸來做定義 好 因為我們要鎖附的時候 知道說 我們的匡號是多少 我們都大概可以知道說 四伏馬達它的體積大概是多少 好 但是如果我們要知道說 瓦數 動力源的話呢 我們就要以 瓦數來做一個定義 這樣子我們才知道說 它能傳達的動力是多少 好 那這邊呢 我們要知道的是 我們同樣的 匡號的時候呢 它有可能會有不同的瓦數 好 那這是什麼意思 假設 這一個呢 是60匡的 60匡的裡面呢 我們有可能會有 200瓦的 也有可能會有 400瓦的 好 那這邊我們就要跟供應商來做確認 好 有時候呢 會有這樣的情形 好 所以 不一定說 我們的瓦數 越大 那它的匡號相對就一定越大 當然是 理論上是這樣 但你有可能會發現說 1000瓦或2000瓦 它的匡號一樣 代表的就是說 你能傳達的動力 1000瓦還有2000瓦呢 它體積是一樣 是有這種可能的 那這邊讓大家去認識一下 接下來呢 是四伏馬達安裝的介紹 那我們看到四伏馬達呢 一般我們就是在做一個旋轉的運動 所以會有一個傳達動力源 它就是我們動力源的來源 那前端呢 一般都是會有一個初心軸 那初心軸上面呢 有可能會有螺絲公牙 有可能會有做劍槽 那這邊呢 就是讓我們來做一些連結 像什麼 我們可以做皮帶連結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皮帶輪 那皮帶輪的話就會用劍槽來做固定 以及螺絲 以及說我們有可能呢 是直接連結的螺桿 像什麼 像是艾克姆螺桿 就是腳牙螺桿 或是滾珠螺桿 來做一個直接的傳達動力源 那直接的時候呢 因為 螺桿跟馬達 它是兩個元件 所以我們中間需要一個連軸器 那關於這方面的 像是皮帶啊 連軸器 滾珠螺桿 腳牙螺桿等等的 這些 如果 你如果對於這些有興趣的呢 我會放在影片底下的說明 這裡都有相關的章節 可以去做一些 介紹跟認識 那最主要呢 就是 我們以一個動力源 可以做出非常多變化 那這邊呢 就看各位 需要什麼樣的形式 來選用我們合適的一些元件 來做搭配 然後進行動力的傳達 那這邊讓大家認識一下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設計規劃須知 那當我們使用的伺服馬達的時候呢 我們該注意什麼呢 第一個呢 是 我們要怎麼去固定它 那固定的時候呢 剛前面所講的框號 那它的框號呢 都有對應的螺絲孔的尺寸 那這一些尺寸呢 都是固定的 所以呢 我們可以依照 這個尺寸呢 四伏馬達尺寸 來做一些設計就可以了 那當然這邊呢 我們要注意的是 當你的動力源呢 如果是不夠的時候呢 你有可能會加減速機 那加減速機的用意是什麼 要讓我們的馬達的動力變更大 那關於減速機 如果你有興趣的 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那邊都有一些 詳細的可以去做參考 那所以 如果我們裝了減速機 那我們更應該注意什麼 減速機呢 是我們用速度 來去換力量 假設今天呢 是一個 10筆的減速機 那你的馬達 假設是200瓦 那200瓦用的10筆的減速機呢 你的動力就是乘以10倍 那你就會發現說 那就會變非常大 馬力就會變非常大 但是你要記得的時候 你的力量變10倍了 但是你的速度呢 也是減了10倍 那我們要注意的是 當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的速度是不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呢 你的速度是不能接受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可能就沒有辦法 單純的把減速比往上加 我們可能要把我們的馬達的 瓦數呢 增大 那這樣子我們還可以達到 我們要的速度 最主要我們要注意的是這一點 那接下來是我們安裝的空間 因為 當我們使用了 框號或是瓦數越大的 伺服馬達 你所需要佔用的體積就會越大 那除了馬達本體的體積以外呢 我們還要考慮到 剛前面有講到的減速機 那減速機呢 通常是裝在前端 那裝上去之後 你的馬達 就會變得更長 那這邊也要注意一下你的空間 以及說 伺服馬達呢 都有一些街頭 那這些街頭呢 你要預留給他一些空間 可以去做一些 跑線的動作 那這邊我們也要去注意一下 你是不是有足夠的空間來做走線 那以及 伺服馬達 有時候我們在做設計的時候 會做一些預留 預留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的馬達 他的馬力不夠 我們還可以換更大的框號 所以有時候在設計裡面 當你的設計裡面呢 有足夠的空間的時候 我會建議各位做個預留 你的長度預留 框號也預留 那這樣子我們的變化呢 會比較大 如果我們沒有做預留的話 有時候 一個不小心測試的 不行的話 那這個東西等於沒有用 我們要再重做一次 那這邊 有預留的話 當然會比較方便一點 當然還是要看各位 設計的空間大小 如果你的空間已經不大了 有可能沒辦法這樣做 那我們就是要在 一開始就選定好 那這邊呢 讓大家去參考一下 該怎麼去注意跟選用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伺服馬達的運用認識篇 那這邊各位還記得 有幾大方向嗎 最主要就是 我們需要多大的瓦數 那你的瓦數呢 決定你的框號 那有時候不同的框號呢 會有不同的瓦數 那這裡呢 再來就是 我們的動力源呢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傳遞方式 用皮帶呢 還是 用螺桿 滾珠螺桿 或是艾克姆螺紋 等等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運用其他搭配的 像是 箭槽 或是聯手器 或者是說 當你的馬達呢 不想要太大顆 你要動力更大 你需要加減速機 但是減速機的時候 會不會你的 轉速不夠呢 這邊都要考慮 那這裡呢 還有其他比較深入的 像是什麼 像是一些 防塵 防水的問題 那一般 我們四伏馬達應該都是會有一些等級 那我們可以去 尋問供應商來參考 他是IP 等級是多少的 那再來我們要注意的是 有時候呢 我們還可以選用其他的方式 像是有的 四伏馬達他是有做油風的 可以去做防水 以及說他有一些其他的選用 像是 低灌量 中灌量 高灌量等等的 或是甚至有一些 四伏馬達他是有帶煞車的 那這些是比較深入的 就留給大家去做一些深入探討 那最主要就是 當我們的設計 一開始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的需求在哪裡 然後呢 選用一些合適的馬達 那你會發現說 其實四伏馬達 他要變化的是很多的 你可以用皮帶傳動 那皮帶又有分 多鍋皮帶 或是用磁型皮帶 等等的 變化是相當多 那這邊就讓大家去做個參考囉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